荒廢的商業國小 教室已經成了廢墟 木桌椅都已經毀壞 柵欄倒塌 甚至角落成了街友暫時的居所 剛才你還有別人喔 只有一個 我只有大多次 這名街友把舊校區 當成自己的家住下來 角落處一看 還有焚燒物品痕跡 加上夏天蚊蟲 環境衛生 和社會治安都是隱憂 他們會在裡面燒東西 那也是造很多垃圾 環境髒亂之外 附近的交通死角 也造成很多居民的困擾 這裡是基隆市商業國小前生 15年前遷到新校區之後 舊校區原本打算改為 基隆市第二生障中心 但因為地形落差大 不方便生障朋友進出 加上文資審議等因素 遲遲沒有動工 這裡荒廢十幾年 就怕成了治安死角 居民們紛紛期盼早日拆除 流浪漢的情況 還有就是我們的蚊蟲 尤其我們的蛇 那之前也有跑到我們 鄰近的住家 那包含說貓啊 或者是一些動物 那影響了整體的環境 那非常的大 依照市域在議會 日前總質詢的建議 那先行拆除 那拆除後的話 市域也建議 希望可以暫時的先坐停車 跟里民休憩的空間來做使用 那後續未來的話 希望我們可以做一個 聯合的里民活動中心 還有呢就是呢 複合式的我們的這個活動空間 運動空間 包含停車空間 也是在地呢 非常需要的這個項目 校綱里的里長 我們的建議是用於我們在地的 里民身上 那我們希望說 因為校綱里其實是沒有活動中心的 那因為他們的活動中心是在那個 核船上其實相較下比較危險 那我們希望說能就是建造活動中心 讓里民有一個更多的活動空間 現在目前 因為這個地方各界有不同很多的期待 那除了我們自己在生長方面的一些 可能未來會考慮做 就是機構 或者是其他的生長的一個服務以外 那也會就是看看是不是 居民這些相關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我們未來會委託一個就是 針對於這一個地方要做什麼樣子的一個規劃 會再另外進行一個就是 委託專業團隊的一個部分來辦理 經過市議員和里長積極會堪 市任輔文官局9月18日到現場評估 舊校社不具有文資身份 社會處表示 順利的話年幾前渴望上網招標 將舊大樓拆除 記者 黃少鳴介紹報導